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 她说西方国家静脉曲张的盛行率非常高 听说40岁以上呢 大概一半都有不同程度的静脉曲张 女生又特别常见啊 我那天去南部旅行 我就前面就有一个太太啊 我就在她后面跟着她走那个天梯 我就发现 哇 她静脉曲张好严重 我就很想去拍她的肩膀 跟她说 你要找专科医师来为你治疗啊 好 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静脉曲张的权威 曾经治疗过两万三千多例的病患啊 李向台诊所的院长啊 而且呢 李院长目前也是合众综合诊所的总院长 李医师好 亚元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上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你知道那个爆量 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一个这个点阅率啊 就是李医师那一集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请李医师再到节目中 因为上次好多听众没有打电话进来 那李医师我们今天还是谈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哦 我先想问一下 我说刚才李医师来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晚了一点 结果李医师告诉我说是因为有急诊 是什么样一个急诊呢 静脉曲张也有急诊啊 静脉曲张有急诊啊 我们有一位老病人啊 他23年前做了一只脚 那只脚都很好 所以他就忘了这个事情 然后结果今天早上用急诊来看我 那急诊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静脉曲张 其实就是一个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他造成循环的问题 造成循环里面也造成了血栓 这个血栓塞住的血管就是急诊 那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塞静脉塞动脉都是急诊吗 都是急诊 所以他塞住静脉的时候 我们就要分辨他还有其他塞到什么地方 所以他左脚的静脉是塞住了 那个我们有安排他紧急手术 那他有症状吗 有 就是除了右脚的静脉塞住以外 他的心脏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所以他是因为心律不整 然后所以想到了说是赶快来找李医师帮忙 其实这两个是都一样的 他是因为血栓塞住后 我们的腿会非常的疼痛 所以他腿开始有疼痛 非常疼痛 然后他塞住他自己看得到 整个变红塞住了 然后肿起来 然后疼痛 他还好有这个意识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给他们做一些胃胶 所以他早上就抢的药过来 我说我早上刚好有事 他说你一定要安排 我在11点以前见到医生 所以我想这个病人还是很急诊 所以我在11点以前还是帮他看了 所以刚刚处理完了吗 对对对 我帮他处理好所以我们来这里有一点时间耽误的问题 所以静脉曲张其实不是美观的问题 他真的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那最严重会怎么样 会蜂窝性组织炎还是说会 我听说有人为了静脉曲张截肢啊 有这么严重啊 这个很多过去都这样子 那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状态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美国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他在有些州啊他每一个家庭跟城市的医院的距离都很远 他有些曾经还发生过 因为静脉曲张造成血管破裂 然后失血过多送不到医院就走了 静脉也会失血过多 大家印象中好像都是动脉破了才会喷出来啊 血很多 那静脉也会失血过多 静脉也会 但是静脉因为在台湾比较很少听到这个问题就是 但是有破掉的很多病人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就破掉 吓到就躺下来 他的流速就会变慢 然后我们台湾的医疗比较发达 很近就有医院 所以他很近的范围就可以送到医院 就是说他像我们在腿上那个吐起来的那个血管清筋 他也有可能在表皮就破裂了 所以这还真的蛮恐怖的 那他有致命风险吗 会肺酸塞 如果静脉群脏不治疗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静脉群脏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它是循环的问题造成的血酸 如果不治疗的话 它就会塞住血管 那血管当然是塞的时候 一般都是从小血管开始塞嘛 越塞越多越塞越多 累积以后可能会造成肾部静脉的酸塞 这个肾部静脉酸塞就有可能跑到肺部 所以这个是急性致命的危险 是 好这个危险我们先放到一边了 那像刚才 李氏你告诉我说你急诊的那个病患 他过去是有一只脚 那就表示说他其实是有这个体质啊 所以他又在另外一只脚又出现了 那是不是静脉栓塞 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家族遗传性 对 这个我觉得亚元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会有这个病 他也算是一种体质 那很多人都是一个家族的 一个家族 比如说他有五个六个人 可能三个四个都有静脉曲张 所以他们有这个体质的状态之下 他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曲张的问题 那曲张以后也比较容易造成酸塞的问题 所以这个酸塞跟曲张两个一直循环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我们要处理他的静脉曲张的问题 也就是把他造成酸塞的原因给去除掉 而且还要控制他的饮食 控制他的其他的一些事情 让他血管不至于再产生发炎酸塞的状态 您上次告诉我 我们下次上次私底下跟李医师聊天的时候 李医师说还有人这个荷兰一个家族都过来看啊 对对对对 因为荷兰那位病人他很有趣的是 他们没有健保 他们没有台湾健保 还自备过来啊 是因为他他发现我们台湾做的结果 比在荷兰做的结果要好 他一个家族有六个人都有静脉曲张 所以有两个在荷兰已经做完了 有一个他因为他刚好是我们亚洲地区 一个很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 他出差到香港的时候 就顺便到台湾来做了这个治疗 就治疗完了以后回去 吃好到手 就是因为他不但病也治好了 而且也没有留下疤痕 所以他就秀给他那些姐妹看 那姐妹看到以后说那我们也要去 所以他们都要到台湾来做这个治疗 尤其是女生你知道有疤没疤差很多 当然当然是 那刚才您讲到了就说像这个有国外的这个病患就是一家子过来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知道我的家族里面已经有好几位成员都已经出现过静脉曲张 那我需不需要做一个预防性的检查 我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是不是能够及早预防真的发生静脉曲张呢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做什么检查 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血管检查 我们在这种血管检查可以早期发现 是影像吗 红外线的测试那个血流的速度 还有半膜的功能 这个都可以用测量量出来 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检查就是在国外我们所有的静脉曲张的专科医师 所有的病人都有这种预防性的检查 我们像我们你的工作 或者你怀孕了 你的工作如何长期站立的 像这些店员啦 护士啦 老师啦 然后你又有这个家族群职的话 你就把它当作是健康检查一样去做一次 我们大概就知道 大概多久以后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就知道现在你的血管状况是怎么样了 是是是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预防的动作嘛 这个预防的动作是穿弹性袜吗 还是吃上面要特别 还是运动上面要做一个 我们有一整套的 我们是看病人的状态啦 因为还是有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因为他在每个程度上来讲有不同的方式啦 那也有些是弹性化的穿着 也有要吃药的 有些要做运动的 有些要避免哪些食物的 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是根据他的不同的复杂性的合并去做考量的 所以是每个人要量身定做他的这个预防计划 是是是是所有的计划 我们都会对病人的这种预防就要治疗进化 因为每个病人都是很个别性的啦 那基因的表现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我们是从这个方向去看的 那李医师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检查一下我到底有没有静脉血栓啊 有些什么目测啊 哪里怎么样啊 我可以看看自己的腿看得出什么吗 静脉血栓哦 其实很多病人来的时候 他的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 哦是就是腿痛 腿痛 那腿痛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爬山运动过度了 所以就要检查 所以我们就要去理解说到底他是一个肌肉疼痛啊 或者是一个血管的问题 这个腿痛都是在小腿吗 都是在小腿 大部分都在小腿 哦是 那会什么发痒啊 红肿啊会有这些情况吗 会痛然后也会有红肿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什么叫发炎 发炎就是四个字 叫做红肿热痛 那血管发炎他也是这样 哦血管发炎 但是就是局部在腿部 局部在腿部 他不是全身性的 而且那个就是很小的血栓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红肿热痛 所以我们一直讲经脉区床就三部曲 叫做蓄肌阻塞发炎 蓄肌就是说 哦现在这个血栓开始逐渐的形成了 嗯 哦然后阻塞就是塞住血管了 塞住静脉了 嗯 然后呢最后就发炎 就发炎了 就是我们静脉区床如果不治疗的话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两只腿 嗯 带了两个脏水桶 那水桶里面水都是脏的 嗯 它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 可是很多病人不晓得 说奇怪了 我这个这个不是都是大家都有吗 不是因为肾行率很高 不是大家都有 是这个是一个病 哎这个肾行率听说女生又特别高 对不对 是啊 因为女生会怀孕了 那比较新的报告 说确实会发生 在美国 很奇怪哦 他们的最近的报告说 大概他们人口数的20% 嗯 有这个问题哦 那中国大陆的报告更离谱 他说是20超过20 大概接近 五个就一个 哎 大概接近25%哦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率更高 所以你不是说等到说那个血管 全部都爆出来突出来 才是静脉症那个曲章 可能已经有前兆 你是不知道而已 是 做个检查 做一些预防的计划 哦 我觉得会改善很多了 因为过去 我们本身 我们有执行医疗业务 大概三十几年了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台湾的状态 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发达 那么好 确实有很多很奇怪的 呃 病例出现 就是拖太久啊 或者现在 所以这个东西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啊 哦 当然是这样 而且越早治疗越早预防 哦 越早去 在我们的职场上有些 好的动作 或者我怀孕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那就不一样了 嗯 哦 那我们三十几年前哦 一个家庭生个五六个很正常 现在生一个就很很难得了 所以那时候非常严重 那时候静脉曲张五六个生完 大概腿都都很严重了 所以你生的次数越多 你发生静脉曲张的机会 越大越大 越大 好 所以那胖也会吧 呃 是是是 好 所以体重 体重的压力也是有可能造成 但在临床上面通常是哪个年龄段 比较多 我们哦 静脉曲张其实 其实会从很年轻开始 但是我们到医生来看到临床上的话 大概是四五十岁以后 就慢慢就严重出来了 是 好 休息一下 好 黎世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们待会我就要可能要来问 您刚提到无疤嘛 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说 怎么做到没有疤痕 我可以没问题 而且会不会痛 然后现在有人在提问 他说呃 YouTube上面说 呃 静脉曲张 九站的人容易造成吗 是啊 九站九坐都会啊 什么老师啊 贵姐啊 都特别容易 对不对 他说肛门口痔疮跟小腿的静脉曲张 也一样是静脉血管老化 受到压力挤压造成的曲张 他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小腿的静脉曲张 或者是痔疮二者之一 得到另外一个机会 会不会就比比较高 是啊 是吗 是啊 因为那个 有痔疮的人跟有静脉曲张的人 这是正正相关是不是 是因为他的血管构造都会 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 通通往下 对人 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跟痔疮 是因为我们直立了 我们如果趴的走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造成 所以静脉曲张都在下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地心引力 好 那痔疮也是一样 好他说两只 两只下手臂跟手掌背部有青色的血管突起 这算是静脉曲张吗 该怎么样处理 如果不太突起 严重的静脉曲张可以进行拍打按摩 其实我也会啊 就是手上会有一些青筋 那这个算静脉曲张吗 这个不是 因为什么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好 好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19分 我刚跟大家讲说 李向台医师再一次到我们节目中来 就已经很多听众朋友 已经开始在YouTube上留言了 问了很多的问题啊 好 没关系 38分以后 我开放现场 Coin专线 让大家呢 打电话进来 上一次 如果你打电话 没有打进来的 这一次呢 可以把握机会 我们38分开始啊 好 刚才其实我跟李医师聊了一些 这个静脉曲张的危险性 还有呢 他的家族性啊 我听说还有这个石瓦基兰的公主 由外交人员陪同到您这边来求诊 是不是目前您在治疗静脉曲张的方法上 跟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了 当然了 因为我们我们是根据这个西方最重要的 这个治疗原则 我们帮我们 台湾跟有色人种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十个步骤 把这个治疗已经优化了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 也要想要来台湾治静脉曲张 好 那这个静脉曲张 我们如果照它的严重程度 需不需要做一个分歧 那是不是一定要到要动手术的 这个治疗还不一定要完全要动手术 因为我们有很多保守性的方法 如果你的静脉曲张是轻微的 还没有很大的机会会造成血栓的话 我们可能的方法就比较保守性的 那就会跟你穿着弹性袜 或者是做 有特定的食谱吗 我们要看了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们也可能做做雷射就OK了 雷射怎么做呢 雷射有 我们通常都是做血管外的雷射 那这个都要看血管 适不适合做 所谓的雷射治疗 静脉曲张 是不是指说有那个珠网状的那种 那个很特别 但是我们要看 因为 我们再说一次 静脉曲张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它引起了循环问题 然后因为循环不好会引起血栓 所以蜘蛛网型的血管 也会有这个血栓的可能性 如果有这个可能性 它的治疗就不是只有在蜘蛛网上面的雷射 它有一般其他的部分 所以还有内科的这个治疗 还不是 就是血管的手术的治疗 还是要一起做 所以它即便它没有涂起来 它只是像珠网一样 你看得到 尤其皮肤白的人应该看得很明显 所以就是除了雷射之外 还要搭配其他的治疗方法 对像血管的一些显微手术 还有很多的药物的配合 还有很多的弹性化的穿着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工作 因为很多病人会觉得说 我这样就结束了 不是 医生该做的是一定都会做的 那病人我们觉得 病人要配合的部分 我在这二三四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研发了十个步骤出来 对我刚才其实李医师给我看了一下 我吓到了 我以为是我女儿那个小学 带回来的家长联络簿 上面还有呢 指导人员是谁 然后呢 家属要签名 病患要签名 日期要有 而且呢 这个步骤之多呀 然后这个非常的多 从这个什么时候要回诊 什么时候要换袜子 什么时候要签红单子 哇 这个设计是 你们是经过多年的经验 弄出来的 我们两万多个病人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病人有些异常的问题 我们这个我们都很知道说 我们要做标准流程的话 一定有异常管理这个事情 所以病人的异常就造成 他结果不好 这个就是做到无疤的关键 对不对 就是这十个步骤 因为病人都不喜欢有疤痕 那是不是能够做到无疤痕 不是我说了就算 不是是病人要有这个决心 我们是有方法 让你一步一步去做的话 你就尽量减少这疤痕的形成 那你的结果就会很好很漂亮 因为很多人很多病人 他的治疗目的 我们一定要跟病患说明的 治疗目的第一个 是要治疗这个心脏血管疾病 那在治疗过程中 我们有经过一些努力 或一些很好的一些步骤 这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些步骤 病人能够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的话 它的效果就会很好 因为这个步骤 我们要求有个负责家属 因为很多病人说就奇怪 就是因为你病人在家里面的状态我看不到啊 我觉得你透过那个家属帮我看啊 那纠正那个病人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是从小学生的教育去发展出来 因为我们小学生常常都会有联络簿啊 我们这个家属 如果这个病人他不肯签这张单子 说我要乖乖旅行这十个步骤 我做不到 我不写 那可以吗 那对不起 我们不能接受你当我的病人 因为我们这边的病人就是确定你要好 你的希望 你愿望 两个 一个是我要把这个病治好 一个我就是要回复美观的问题 对不起 有方法 但是你要配合 如果病人跟我讲说对不起我不能我不能做我不能做 像有的病人说如果你答应我不要穿弹性化我就来给你治疗 我说对不起你要先想清楚 你要愿意做穿弹性化好好穿 我才会接受你这个病人 因为我们给出去的结果就是病人的结果 那这个病人结果我们治疗疾病 跟一般的买卖行为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就是 我们有一医生的技术只能是医生的技术 可是在病人的配合度那部分 你必须要很配合 要配合 你自己想好你才能好 你自己不想好那也没办法 对那我后来就在我的行医的那个历程当中我一直在思维这个事情 是 就我就想到了孩子的联络部 所以才会有那个家长那一男 是家长那一男就变成是负责家属那一男 那现在通常治疗病的病人都年纪比较大嘛 他的负责家属都是年轻的二二三十岁那一辈 哦他们很认真哦 他那真的是帮妈妈跟爸爸哦 叮得可紧了 我就觉得哇好棒 所以我们自从有了这样子的做法以后 我们真的可以跟病患讲 你想到的恢复健康恢复美观 无疤痕的留下来的这种治疗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努力啊 就像老师跟学生讲说 你这个孩子我以后能够考上好的大学 对不对 你就要经过这些读书啊 你要读多少篇古文啊 然后你要背多少个英文单字 这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在这个设计上面连什么反黑 要涂哪些药膏 然后呢晚上睡觉前要做什么动作 其实都有一个规定 怎么做防晒 都有很严谨的一个步骤 是因为这些步骤最主要的就是 是经过我们两万多人的的的的的的经验 的经验累积下来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分享给病人 那这十个步骤要执行多久可以执行完 我们一般把它恢复的期 把它定在六个月左右 就是半年从你术后开始算 是是是是 好那这个手术的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 很怕说这手术会不会很可怕 要把血栓都给弄出来 到底要怎么弄 待会我们再来告诉你 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怎么样可以做到无痛无疤 然后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的听医生的话 节目现场 不要忘了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是iCare爱健康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看底下有一个反栏字 写着ICAREBCC 你把它点下去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订阅的这个程序 而且我们绝对不收任何费用 你放心我不会每个月跟你收会钱的 好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好李师我待会就从那个 好棒哦 真的好棒 真的 没有没有 iCare是什么 iCare是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一个频道就是包每一集的节目 我们都放在上面 哇这真的很棒 对我们希望就像有点像健康小百科那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病人 太感谢了 然后就是说有任何的疾病 其实我们谈了你看一百集也有一百个疾病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查哪个疾病都查得到 对对对 好李医师我们听众继续提问啊 他腿部血管层蜘蛛网状 我需要治疗吗 这个就是关键的啊 你有任何的静脉曲张 蜘蛛网状就有静脉曲张了 对那你第一件事要去看医生做检查啊 就是皮肤上他自己都看得到的 对就是病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严重性嘛 那要做什么检查是 这种检查是侵入性的吗 不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检查 有五样深入性的检查 那基本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 会不会痛 不会啊 因为那个基本检查是一个红外线检查 所以你只要躺在那边 然后让人家用红外线帮你看就好了 我们的红外线那个 sensor是贴在他的血管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血流 好他说他去某一个诊所打硬化剂 医生说打五次 他都打十四次了 还是不断的有新增生的血管 脚还是不干净 他继续打硬化剂吗 他有乖乖穿弹性袜像这种 这个就是关键了 硬化剂是不会好的 但他只是治标对不对 只是我们七八十年前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说静脉剧张的时候 这个硬化剂的治疗已经有七十年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有一百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所以这已经是蛮落伍的治疗 是是是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一百二十年前对血管的结构啊 他会发生什么问题 他什么合并症并不是很清楚的 硬化剂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打进去让他那个出现血栓的血管直接微缩掉 对 然后不需要把它拿出来吗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就让他一直在腿里啊 对对对对 那不会烂掉吗 就会发生这个情况 他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你永远没有办法治疗好 那个都是等于说是治了标 没有把它根本原因处理好 那所以现在像离师你们做的手术是 如果血管已经坏死了 就是你还要把它拿出来 对不对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理解那个范围了 好 好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分 刚才呢 我跟这个李向台静脉区张诊所的李向台院长呢 在回答这个网路上面听众朋友的问题 有人问到了说他用硬化剂治疗 他说他的医生跟他讲治五次就好 他打了十四次都还没好 那刚才李医师告诉我说硬化剂 其实是一个比较若伍的治疗方法 我们我三十年前开始做治疗静脉区张 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硬化剂治疗已经 已经发展了七十年 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有一百二十年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并没有考虑到 整个血管的问题 他以后会转成的并发症 硬化剂会有并发症吗 当然了 什么样的并发症 因为你的东西把硬化的这些药物留在这个血管里面 让血管萎缩 血管是没有清干净的 他在里面 那会不会更加容易血栓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因为静脉区张我们再说一遍 静脉区张就是心脏血管的疾病 他因为循环不好的关系造成了血栓 我们就怕血栓了 你还往里面打东西 你还让他栓 就是我们就是最怕就是这个错误的概念 所以我们通常是不做这个事情 那血栓就是这些脏脏烂烂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前也帮很多打印花剂的病人去清的时候 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沾黏 那医生很辛苦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清干净 那这个沾黏怎么办 再把它整块都挖出来 我们还是要清干净 有些特别的医疗技术会把它处理 但是不管如何 他就是要把它清干净 是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画面上面看到 有一些这个图片 这看起来还真的 这是整个血管是烂在腿里面了 就是烂在腿里面 所以我常跟病人讲 你来找我治疗都不用担心 但是就怕血管烂在里面 那烂在里面你们的处理是方法 这必须要整个打开 把它血管拿出来了 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医疗技术 有微创吗 有比这个好的治疗 但是我们就变成医生会很辛苦 那我们医生也是跟病人讲 我尽量把你处理干净 那我们一般来讲 要维持病人的健康又美观 如果已经造成这个问题 要再维持这我们想象的那种美观 就相当困难 因为我在想 你说那个血管它分布的 绝对不是一点点 不是一个点 它应该是一片 那如果你整个把它切开 那八可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做治疗之前 我觉得这个概念一定要 你要先确定它的范围 要确定它的范围 就是你今天就像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样 你要发现这个问题到底它的范围多大 它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替病人思考到 那这个就是我们治疗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每个病人来看诊的时候 我们都最少有一个多小时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术前就要讨论一个小时 对要讨论清楚 然后要做仔细的检查 然后做这个评估 做这个判断 那这个就是医师在做的经验 这个就是经验上的判断跟评估 那他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动 还是说要全身麻醉 然后在睡眠中来进行 现在的治疗为什么越来越安全 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做全身麻醉 所以高龄也可以 都可以 我最年纪最大的长辈做到97岁 因为我们在麻醉的技术的进步 我们所谓的局部进步的局部麻醉 就是用添一种比较进步的局部麻醉 很重要就是我们先要找到这个血管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范围 就是先配合影像 然后锁定说你哪一块要清理 只有那一块做麻醉 所以甚至于不需要两腿麻醉 如果你是要一腿处理的话 那你们通常是两腿同时要处理 还是只处理一只腿处理完了 再隔几个礼拜再处理第二次 现在我们的做法 我们都希望说病人是一条腿一条腿做了 因为通常会来找我们治疗的病人 他的严重性都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我们大概会要花四个小时时间 帮他清除这些血酸 清一条腿就要四个小时 我们要让他这些东西都要清干净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让病人 要一次就做好 那就要清干净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又要让病人感觉到轻松 感到舒适 那这个就是新的局部麻醉 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会把周边的环境弄得比较好啊 他一边听了他自己喜欢听的音乐 还可以选音乐 还可以选音乐 对 然后做做做做做 哎好了 他说那怎么 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都是啊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花了时间就是医生的技术 他要慢慢的把他血栓的部分要牵干净 我记得上次李医师有给我看一个 你们夹出来那个血栓的照片 我不知道加持这边有没有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血栓的照片 这个就是你们在手术台上 哇这是一条腿清出来的吗 对对对 哇一条腿就清出这么多血栓了 那这个切口会很大吗 会不会 我们是因为这都是特殊的器械 我们用了日本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手术刀 大概只有一个米尼跟两个米尼 很小 就这么小啊 一个米粒大都不到吧 应该要不到 应该要在显微镜下操作才可以 那我们这就特殊的器械来造出的这个效果 然后你们把这个血栓给夹出来 慢慢做 有特殊的器械慢慢做 都是日本的 奇怪他们有发展出一些特别做这个 静脉曲张的手术的手术刀跟器械 所以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把这些血栓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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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慢慢的清干净 那血管如果说已经坏死怎么办 那还是一样要去除 要去除 要去除 那这个都是很精细的工作 因为每根血管要做到很细的血管 静脉很细啊 很细对 我们要很小心的帮他做这个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刚刚讲说 如果太严重来找医生的话 医生花的时间很多了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 你不能让病人再留下问题回去啊 你要一次帮他解决 那这个修补是什么意思 说我看到这个步骤上还有修补跟疏导 那修补什么就是血管结完以后的 结完以后的一些 我们让他有问题的地方 做一些修补 比如说他的长度啊 他的短度 我们要去看 不能让他再有这个压力上的变化 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调节他的压力嘛 然后疏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静脉是一个网路啊 我们这一块网路坏掉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另外一块网路回去 那就要想办法做一个引导的治疗 其实我刚刚就想问李医师 我想说你这静脉 它到底也是一个血流输送的一个循环网嘛 对不对 你把它截掉了一截 那会不会造成以后的血液流通反而不好了 这个就是医生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静脉 有30%的预备量 这也是很奇怪 早天也留给我们的备胎就对了 就是那30% 医生其实最关键点就是去计算这30%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我们今天时间捏得很好啊 哇不是 这是您啊 没有没有没有 刚好时间捏到了 我们就 那李医师这个 哦谢谢 好来再来哦 他说 小腿围血管 有的时候摸到硬小块 痘痘 过几天就好了 那是我血液循环不好吗 这个就是血栓 啊 这就是血栓 摸得到啊 对啊 哦真的啊 那我们自己可以摸摸看吗 摸得出来吗 有的人摸得到 但是他为什么又好因为他冲掉了 或者他把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就代表将来万一说他流到心脏啊 流到肺啊 会造成心脏啊 肺的主要 其实有些东西都流了啦 只是不是很大 他就不是很严重了 那我们平常要做小腿的按摩吗 或者是 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有问题的病人一定要先给医生做检查 嗯 你已经你的功能已经到那个阶段了 嗯 你就不要忽略他 嗯 你的功能如果还没到那个阶段 那当然你说我还好啊 可是你已经到那个阶段了 你还还把他放 就随便他 那他当然一定会出问题 那血栓的饮食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如果说有这个静脉确胀性 您问的问题很好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上次讲的自体免疫的问题 血管发炎 嗯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赞成的 就学大概都是食物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那哪些食物是不应该碰的 呃 油炸 不是我们都要去做检查 因为有些病人来看我都很 所以每个人的食谱还不一样啊 有些病人很奇怪 他有三十几种东西不能吃 哇 好 好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39分啊 今天呢我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静脉曲张治疗方面的权威 还有很多国外的患者专程到台湾来找他 那就是李向台诊所的李向台院长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把握今天的机会了 现场专线是25099933 0225099933 我从现在开始呢会打开啊 我们的现场call in专线 也欢迎听众朋友呢你直接啊打电话来提问 麻烦一下院长戴一下耳机啊 好我们接地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啊刚刚医生提到说 运动跟食物可以避免静脉曲张 请医生再稍微补充几次一下 哪些运动跟食物可以避免预防静脉曲张 我们有很多的运动是让血流变好的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我们有示范就是说那个抬脚的那个运动 我们有做成短片哦大家可以去看 到iCare上看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食物 这个是大问题 因为食物引起血管发炎的问题很严重 那你我是什么食物造成的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你们要测过敏源吗 要不然怎么知道说哪个食物 我们都测比较深入的 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了 一个人有二三种东西都不能吃 可是他也吃了好久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说 这些东西会造成你的血管发炎 血管发炎不会像皮肤这样子肿啊什么的 会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他就觉得很奇怪 说他体重会肿啊 那把这二三种东西停掉以后 他皮肤不肿了 有一个病患三个月就瘦了九公斤 这不是减重哦 这不是减重 这不是减重啊 这是在食物上面避开一些 他莫名的食物 他的血管 血管那个发炎的状态改善以后 他整个就瘦下去了 人的精神就好了 所以这也是万病之源 但是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告诉大家说 你就是避开哪些食物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你好请说 喂主持人好 医生好 是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我那隔壁的静脉区当得很严重 我是不是要鸡婆一点跟他讲 或者是怎么样 他不知道 我看他很严重很严重 静脉区当可以啊 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建议 可是我不敢 我是怕说是鸡婆 好我想这个善意的这个建议 是应该你的邻居会谅解的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你好请说 你好麻烦要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 要不然我们这边会听不清楚您的声音 好我们现场专线是25099933 喂你好请说 哈喽 哦他的电话呢没有接进来哦 没有关系你可以再播一次啊 好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了说这个 有些食物会造成血管的这个发言 我其实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听众问我说 他说他对所有的加工食物都过敏 那那加工食物是有可能造成血管的发言吗 哎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因为加工食物他就不是食物了 他是食物再加上加工的那些东西化学品 哎那些东西我们就就就一定会的了 因为那些东西是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尽量少吃加工食物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对基本因为你身体吃进来的脏东西 或者是那些有问题的事情 身体的血管啊或代谢要用更多的能量循环去把它解决 所以事实上在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吃 到我们的四五十岁的时候 新陈代谢也慢了 又慢掉了 那这些问题你吃了几十年 但是你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全部的问题啊 是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你好 我想要问我妈今年28岁 然后她大概一年前就是 就是她有时候就会自己叨念说 她的小腿会痛 然后我们就问 反正就是人体当然天然会担心啊 可是她又说什么打一打就不会痛了 因为我刚才有听到医生有提到说 前兆会有就是 疼痛 对对对 我想要医生在就是深刻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只是她的假性痛 还是说她说打一打就不痛了 因为她以前的工作形态是会久战 是很多行业都是久战 然后我们也蛮担心的 就是她一丝膝盖啊 还是说她哪一条筋啊 因为她是属于比较不容易说出自己苦楚的人 所以她一说的话 我们子女心理上就会很担心 好我们听听看这个李一世 觉得这有没有可能 因为是一个有苦不说的妈妈 很多妈妈都是个性啊 那她如果小腿痛 她说她拍拍打打就不痛了 那这有可能是筋脉曲张吗 这非常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在看这些伟大的妈妈 她们都是一直忍耐啊 但后来很多人她发现病的时候都很严重啊 所以如果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又有那么好的医疗的系统 我们台湾也有健保 应该要赶快找医生看一下 这应该要找哪科啊 心脏血管外科 心脏血管外科 所以你至少先去做个检查 看看妈妈的这个血管 还有半膜状况也可以查吗 我们初步检查的仪器 我们可以把两个功能都做得很好 第一个就是半膜的避锁功能 第二个就是我们血管跟肌肉的这个胖脯功能 我们的血怎么回到心脏了 这是一个功能 你的功能不好的话 血就会积在腿部嘛 嗯 是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像刚才有听众在YouTube上面问 他说他他做了很多硬化剂的这个治疗 但是都没有效果 那现在他已经等于是硬化剂治疗是失败的 那这种失败的案例 如果说在寻求像用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把血栓再处理 是可以处理的吗 可以改善的吗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 就是很多病人来找我 就是静脉曲张治疗失败 嗯 失败的静脉曲张只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理解的 第一个就是你并没有把所有病变的血管处理干净 这就不处理干净会怎么样 会在里面发言 对 啊 第二个就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心脏血管的问题 或者是说自体免疫的问题或等等 那但是要怎么处理 虽然说很多病人都觉得他已经很绝望了 说我做了14次 不过我们还是建议病人还是要给我们张科医师去做评估 也许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有想办法把它改善 是 李医师你刚刚一直提到说也许是有自体免疫的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现在有很多有自体免疫疾病 比方说他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他有红曼性狼疮 如果有这些自体免疫疾病的人 他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经脉栓塞 这个可以很好理解的 因为这些自体免疫疾病 包括很多我们常常忽略掉什么干燥症 很单纯的 但他的血管比较容易发炎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他本身已经有其他自体免疫疾病的话 他的血管的发炎的几率是特别高的 特别高 因为我们一个人很奇怪 就是他不会只生一种病 那像静脉俱伤这么高几率的疾病 他有合并其他疾病 所以他会有共病 共病的机会很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找心脏血管的专科医师 我们就是在分辨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静脉俱伤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他会合并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的小心 那如果说我把静脉俱伤给处理好了 我这些共病是不是也就自然痊愈了呢 还是说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控制 你刚刚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共病 他就是会得到非常好的控制 因为这个两个脏水桶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其他的病 他的控制力就比较好了 但是其他病的控制 我们还是有其他病的控制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好我们稍微 这个共病糖尿病跟静脉俱伤有没有关系 糖尿病跟静脉俱伤有没有关系 糖尿病跟静脉俱伤有没有关系 不是他就是两个都很多嘛 那静脉俱伤20% 糖尿病20% 他中间有交集的集合是都有的 都有 老师您看一下 请问李医师 我如果看到血管突起 我自己用手敲回去 怎么会敲的回去 不可能我怎么按摩都没有用 对不对 好上面的 市面上的爱欧腹龙是治疗静脉曲张 效果如何 您知道这种药物吗 有我知道 但这个不是医疗用的东西 这个是外用的贴布之类的吗 或者是从什么植物性的东西抽取出来的 我们不用这个事情 因为他的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血栓 那他只是表面症状的缓解 症状的缓解 但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个东西 好 我看今天那个YouTube上很多问题 待会你把问题也继续留给我 好不好 我在一边接电话 一边有YouTube的问题 我们可以穿插的回答 要不然YouTube上面的问题回答不到 他说请问一下李医师 脚趾头还有脚点全天性的麻 这跟静脉曲张有关系 这个我们就是要做检查去分辨 静脉曲张会有麻的感觉吗 仗硬痠麻肿痛 痠麻肿痛 那这个麻在哪里麻 通常腿麻还是脚麻 都有 都有脚底的麻 腿麻都会 因为这很奇怪 就是静脉曲张的水肿 它会造成血液不好 循环不好 好 我们正在回答 这个神经会发言 是 好 李医师我们麻烦戴上耳机 好 我重新开放现场扣印专线 02-2509-9933 02-2509-9933 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有关于静脉曲张方面的问题 今天是蛮难得的机会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方面的权威 李向台诊所的李向台院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说你有问题 你现在可以拨电话进来 好 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你好 请说 您是静脉曲张的微创是吧 很久 很久 是时间大概有二十多年发现 也做过这个什么酸塞 最十年前做过 我一创没有好 慢慢慢慢现在发展到 非常地痛苦的走路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 每天走过一个小时的路 请问说我们的医师们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 那个九十一二岁 九十二岁 将近九十二岁 可以不可以 还可不可以动这个手术 做这个治疗 是不是 是 好的 我们听一下 这位爷爷已经九十二岁了 很高龄了 那他说他现在真的是举步维艰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十年前就动过这个微创 他现在还能够再做进一步的治疗吗 这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医师刚刚讲了十个步骤 你一定要在病人治疗之前 把这个整个问题弄清楚 而不是急于去做治疗 或是有一大堆的想法 或是说我就是要选择这个 不是的 医生要经过医生的 评估你整体的身体状况 对 这个问题是最重要 你的整体的身体状态 那如果这位伯伯他有需要的话 当然我们还是会愿意 帮他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做详细的评估 我刚刚一直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 像这种特别的疾病 他的看诊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天大概就 就看两三个病人 一个病人都要花 两个钟头 对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去把他理解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台湾看病都太快了 就是有些人还会觉得 一个早上一百个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怎么都排不上 就是每个病人都要这样看 你才可以确定他的问题 那我们一次就要帮病人解决好 是 北北所以您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要去评估 高龄呢 其实像李医师也动过 高龄的 这个高龄也许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是您的健康状况 跟您的原因 治病原因要先找到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你好请说 北北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我太太本身有卸足种的体制 那他也能够做类似的种族吗 他怕这个月做疤越大了 不是这个就是关键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 不要留下这些疤痕 那个十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您要穿对弹性袜 而且这弹性袜也不是你乱穿 不是不是 什么时间穿 对对对 然后怎么穿 对对对 然后呢要穿多久 是是是是 然后另外就是你要配合一些 谢祖宗体质你的 对 您刚刚提到什么美白 什么都要考虑到 通通要考虑到 那而且你可能对很多食物是不能吃的 不能适应的 像刚刚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先做检测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肃前的评估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去哪里检测 这个听众在问 他说请问二十多种过敏食物 然后每个人又都不一样 那我要去哪里检测 我们我们会我们我们诊所在都有做这项检测 因为其实不是二十多种 是做皮肤表面吗 不是不是 我们做的都是做我们台湾常见的一百多种 是抽血吗 抽血 那我们知道知道他有他有多少种 那我刚刚讲的是说我们很多病人 他永远都没有去做过 他不知道 有的病人有二十种不能吃的 过敏源是不是也会变呢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的小朋友的过敏 他长大就不过敏了 对那个那个是跟其他的问题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做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那是基因的问题了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你好请说 李医生你好 我请问一下 我那个小腿有那个静脉曲张 我有去看医生 他也过做那个静脉的检查 他觉得静脉还好 他开的是那个零沙零胶 他说用这个叉 请问这个这样可以吗 他这个就是说零沙零胶可以吗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讲了 我们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 没有关系 因为静脉曲张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它因为循环的关系造成了酸塞 我们做任何治疗就是要去维持这个 不要再酸塞了 不要再酸塞了那这个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个续剂的血管的问题 发炎血管的问题 凝胶只是表面上的处理吧 你可能一种舒适的感觉啦 但是血管本身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心脏血管外科去做评估 这个不一样 好再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喂 你好请把收音机关小一点 要不然我会听到回音 你好 我本身我有静脉气障啦 我不能久战 不能久战 不能静脉气障不在关的 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我是说要请教医生 真的有静脉气障 这医生是自哪里 我是台北的新生南路这边 李向台诊所 好李医师是专门治疗这个静脉躯张的 他说静脉躯张会不能久战啊 当然啊 这就是沉重感啊 哦是沉重感会痛吗 会痛 胀硬酸麻肿痛沉重感 所以病人常常 就局部维艰 对发病的时候来看是这个原因啦 哦是 然后有在网络上面有人在问 他说手臂放下来的时候 血管突出很大 这算静脉躯张吗 能治疗吗 静脉躯张都在下肢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静脉躯张是一个心脏血管疾病 我们怕的是这个血栓的产生 所以在脚部的血管 这样子它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手的问题不大 它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手把它举高的时候 血液循环就会回去了 而且很多手臂的血管明显 我们有做过特别的研究 是年纪越来越大 你的脂肪组织越来越没有了 所以才会越来越 本来就那么大 对我们说常常老人家皮好像变薄了 所以才会你觉得你的静脉比较突出了 所以这个医生我们通常看过 会给病人做的详细的胃教以后 会告诉他你不要太担心 因为你反而去处理这个血管才是不对的 所以地心引力的关系 你的静脉曲章是在腿上 手上都不是了 所以会引起血栓的才是静脉曲章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我今天非常谢谢 李向台静脉曲章诊所的李向台院长 到节目中来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回答 谢谢李师 谢谢雅元 谢谢各位听众 好节目进行到此了 谢谢各位听众